各位 這是來自BBC的英國廣播公司 昨天的新聞 Foxcon 本來投資了200億美元 在印度設廠 現在取消這個計劃 投資是195億美元 即是200億美元 本來想在他們手上 莫迪的家鄉 Homestay 設廠 不過一年前的東西 現在已經決定撤出 主原因是什麼呢 我覺得原因非常多 有一個朋友說這個原因 因為中國的物流和供應鏈 供應鏈是非常有效的 而中國的物流和供應鏈 是繼續完善的 使得在中國設廠有一個非常大的 competitive advantage 一個比較優勢 所以為何中國是獨一的 manufacturing giant 生產大國 他將這個解釋 作為中國的物流和供應鏈 另外一個看法就是 在印度那邊的問題 不只是物流供應的問題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印度那邊的人力資源的質素 加上很多政府之類 我們知道前一陣子有一個蘋果產品 在印度製造 那個成功率 即是成品率 做了是多少呢 是兩個之中 有一個是成品 一個50%的失敗率 根本是不可能接受的 要改善這個東西 相信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解決 所以為何故此 終於現在宣佈撤出印度 印度想成為第二大經濟 還有一段非常長的距離 要追到中國 沒有三四十年 都不用想了